我告诉大家 谁不重视健康 谁就先去喝萌婆汤 我有个朋友 40多岁 也是东北人 脑瓜相当好使 用东北的话来讲 贼能挣钱 原来人长得也帅 后来呢 每天为了做生意 应酬多嘛 然后就越来越胖 就在前年 发现身体呢 也不对劲 去医院检查 肠癌晚期 这下还胖 这不有钱吗 专门去各大城市 找大医院 找各种名医 吃各种好药 又动了两次手术 一顿折腾 结果呢 人瘦得像骷髅一样 头发都掉光 发了好几十万 也没保证命 虽然挣了那么多钱 走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拿 连头都没回 去年走的 今年她媳妇就找人结婚了 你看 攒下来所有的什么 房子车子票子 全给人家了 所以说呀 拥有健康 不等于拥有一切 但是失去健康 就等于一无所有了 不要只重视自己的钱包 忽略了自己的细胞 结果呢 自己的细胞 掏空了自己的钱包 一个生病的国王 不如一个健康的乞丐 黄泉路上没老少 谁不重视健康 谁就提前喝汤 人生只有单行道 没有返程票 地位是临时的 荣誉是过去的 金钱是身外的 健康才是自己的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 都是一个奇迹 钱无古人 后无赖者 这个世界上 你才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任何人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你身上的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细胞 都是最宝贵的财富 是用任何钱财 都买不到的 我们每一个人 来到这个世界 可以这样说 我们这台机器 是极其复杂的 比波音747飞机 还要复杂 上千倍上万倍 然而呢 就是这一台 极其复杂的机器 我们每一个人 都没拿上上岗证 就匆匆上岗 甚至很多人 活了一辈子 连自己身体 最基本的功能 和构造都不知道 然后呢 也自以为是的 把它使用了几十年 很多人不断地 违反操作程序 疲劳驾驶 超速超载 到处闯红灯 可想而知 这台机器 怎么能不出故障呢 怎么能不提前 报废下岗呢 上楼不快 心跳快 收入不高 血压高 兜里没钱花 眼睛比谁都花 哪都不突出 腰间盘突出 胳膊腿越来越细 腰越来越粗 肺活量越来越小 肝和脾越来越大 肋骨越来越软 血管越来越硬 小便一宿七八回 大便七八天 不拉一回 有了脑血栓 想起了锻炼 住进了医院 想起了宝剑 汪洋补牢 为时已晚 防火大于救火